亞洲女子排球錦標賽 9月19號的八強巡迴排名賽中 中華隊出戰強敵中國大陸 有近2000名的球迷進場加油 平均身高矮了近10公分的中華隊 這一場高度成了致命傷 屢次遭到對手的攔網 除此之外中華隊本場揭發球不佳 在無法打出原有的節奏之下 以15比25 14比25 20比25 直落3C球 吞下本屆的第一場敗仗 1個的法庁から1個でパチャッと切られてしまうんですから リズムが出てもっともっと修練してかなきゃいけないと思うんです 自信度其實會有点被影響 一顆被攔回來之後 大家都覺得就是就比較少喊聲啊 比較少溝通這樣子 我們都13年前就是經歷過 輸台北隊的可能這個經歷吧 這些年台北隊也在進步 然後我們也在努力吧 然後就是再次站在場上 我們還是就是對手然後互相尊重 然後這樣就盡力做好每個球員 2008年中華亞青女排 曾經以3比2擊敗了中國 可惜的是這一場比賽 沒有辦法再次取勝 本站出球的中華女排 將在9月21號晚上7點的 八強交叉賽中 出戰上屆衛冕軍泰國 2年前就已經落下了 但我認為要贏或負責 就直接判斷了 對手中華與泰國之間的勝隊 將晉級4強 而輸隊只能打第五到第八的 最終排名賽 こう是這樣 踢車了 並且再次準備了 AW? EMMA ES